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剧情 王子为了解开无法留下后代的诅咒 便勇闯能实现愿望的魔女之塔 结果闯塔成功后却被告知 没有后代的原因竟是她的种子过于强大 一般女性的身体无法承受 也就是说谁怀上王子的孩子谁就会死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到强大的女性才能承受她的种 于是王子想了想 眼前不正好有一位强大的女性吗 便立刻向活了几百岁的魔女求婚 就这样将魔女带回老家生孩子的故事就此展开 所谓魔女指的是在世界上仅有五位拥有强大力量而被视为异端的女性 她们分别是幽闭森林之魔女 水之魔女 忌讳之魔女 沉默之魔女 以及苍越之魔女 她们都拥有无尽的岁月 能够自由操纵超乎想象的力量 跨越数百年的历史的她们成为了恐怖与灾恶的象征 其中苍越之魔女的力量是最强的 她在一片荒野上建了高塔 并住在塔的最顶层 相传只要能跨越陷阱抵达最上层 魔女就会实现挑战者一个愿望 一开始有很多挑战者 但自从挑战者一去不返的消息传开后 人们渐渐连靠近高塔的勇气都没有 然而今天有两个年轻人却想要试试看 其中一位是法尔萨斯王族的王子 也是我们的男主 而另一个人是他的随从拉扎尔 很快两人就来到塔下 紧接着就开始闯关 凭着强大的实力 男主一路上过关斩将 脸上毫无慌乱之色 他甚至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 下一关是考验智力和体力 男主非常期待 男主也渴望着这个机会 不知不觉就到了石像关 见到两只大雕凶神恶煞的样子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使魔通知魔女主人 这次的挑战者进展十分顺利 已经达到了石像之间 而且挑战者实际只有一人 但魔女认为仅凭一个人的话 挑战石像有些无谋 殊不知石像对男主根本造不成什么阻碍 只见他已经干掉了一个 剩下的一只然后他手持刀落将其身手分离 整个过程一气合成 击败石像后地上出现了传送装置 然而就在男主准备出发时 地面突然裂开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拉扎尔来不及逃脱 而等待他的是万丈深渊 眼看自己无处可逃 不想连累男主的他说出最后的一言 我由衷地盼望着你加冕为王的那一天 话音刚落 拉扎尔就掉下万丈深渊 此时此刻的男主悲痛欲绝 失去拉扎尔所带来的空虚感 让男主在通过剩下的试炼时 心里掀不起一丝波澜 最终他抵达了高塔的最顶层 如愿见到塔的主人 但令男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位少女就是存在了 数百年之久的苍越之魔女 她的名字叫做提纳莎 男主还以为她是用魔法改变了外貌 毕竟活了几百年 脸上连皱纹也没有 然而魔女的身体是会停止发育的 从始魔的口中得知 拉扎尔其实还活着 原来提纳莎不希望有人死在这座塔里 只要是判定为受到致命伤 就会瞬间被传送至一楼 得知这个消息后男主松了一口气 但这和传闻完全不一样 原来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挑战者 会被提纳莎适当调整记忆 然后随便传送到世界的某个角落 因为大部分人来这里 都是为了试试自己的力量 或者追求名声 这种程度的代价 还是希望他们做好觉悟的 不过提纳莎她碰到那些 为了治愈孩子疾病而来的挑战者 即使是失败也会出手救治的 没想到魔女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可想象中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还真是叫人捉摸不透 随后男主说出来这里的目的 我身上有着沉默之魔女所施加的诅咒 事情的开端是在15年前 沉默之魔女在那时施下的诅咒 你和你的父亲已经无法再生育子嗣 再没有女人能承受住你的血脉 法尔萨斯王族将会在你们手上面亡 之后为了解开诅咒 多名优秀魔法使和学者耗费了大量心血 另一方面男主是独生子 为了成为名流青史的一国之王 男主不断提升自己的武艺和学史 在理解这个诅咒的意义后 男主便开始试着通过文献自己调查解咒的方法 并磨练自己的剑术 周游一记寻找线索 如果不解决诅咒的问题 只会让男主一臭万年 然而费尽千辛依然一无所获 所以男主这次来就是想请提纳莎解开诅咒的 知道真相之后提纳莎突然飘了起来 然后他伸手抚摸男主的脸颊 一度还以为他要轻轻 可不到两秒半他就松手了 也在这时男主的脸颊突然露出咒文 原来刚才提纳莎的举动是将被诗家的法术可视化 得知男主身上的不是诅咒而是祝福 这下子更加棘手 因为祝福是增强原有的力量 相比诅咒更为强烈 简单来说男主身上诗家的祝福是增强力量 而普通的女性自然无法承受这股力量的 虽然进行解析的话说不定还能用魔法减轻效果 但像男主这样有二十种不同的术式纠缠在一起 就连提纳莎也无法解开 不过男主难得到达这一层 提纳莎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提供帮助的 只见他拿出一个盘子 原来他想到有一个很直接的对策 既然问题出现孕母无法承受胎儿的守护力这里 那么选择魔法耐性高到能承受住守护力的女性就可以了 问题是真的有这样的女性吗 然而提纳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 男主认真思考后 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先是问提纳莎能否承受沉默之魔女的魔力 得到的回复是小菜一碟后 男主当场决定了作为挑战成功的愿望 他希望提纳莎离开高塔并成为他的妻子 话音刚落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反应过来的提纳莎面红耳吃的拒绝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接受啊 可比起寻找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女性要靠谱得多 那也得有限度啊 提纳莎表示臣妾做不到 从没有过恋人的她不可能和刚认识的人结婚 更何况正常人根本不会让魔女嫁入王室 要是臣子知道 怕是会气到吐血 总之这件事不行 要是能实现这种愿望的话 现在你都该叫我一声曾祖母了 好家伙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男主的曾祖父曾经也盯上了提纳莎 眼看男主还没死心 提纳莎警告他 你要是再胡闹 我现在就调整你的记忆 把你送回城堡去 殊不知男主有备而来 他的配件是法尔萨斯代代相传的王剑阿加莎 是世界上唯一有着绝对魔法抗性的剑 可谓是魔法使的天敌 就算是身为魔女的提纳莎也不例外 看到这把剑提纳莎有些畏惧 他决定还是在聊聊 其实在70年前 提纳莎在法尔萨斯的城堡生活过一段时间 在半年时间里他教授魔法培育花草 想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得知提纳莎有过这样的经历后 男主有了新的提议 他把愿望改成让提纳莎离开高塔去法尔萨斯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生活在自己身边 思考片刻后提纳莎答应了男主的提议 作为男主的守护者离开高塔 从今往后的一年时间里 男主就是他的契约者 也许是已经有十年没到外面生活了 此刻提纳莎的心情有些复杂 而男主在这时说出心里话 看来这才是男主真正目的 在一年的时间内让提纳莎爱上自己 就这样受到诅咒的王子和最强的苍月之魔女 两人的恋爱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这个魔女怎么也没想到 只不过是被魔兽咬破内脏而已 却不料变成一位风韵犹存的大姐姐 这下子王子更喜欢了 非常想和她结婚生子 然而魔女是为了帮她解开不韵的诅咒才出她的 可万万没想到王子的脸皮这么红 人和身体她都要 只是王子好奇的是 为什么仅仅过去一夜 魔女的身体就从少女模样变为了女人 不过作为男主的守护者 提纳莎给她施加一层保护结界 这样一来无论物理还是魔法类的攻击都会无效化 只要提纳莎还活着 就不可能会被其他人打破 不过毒或者精神攻击之类的就没效果了 没想到与魔女缔结契约还有这种好处 由于世人都畏惧魔女 提纳莎只好用剑西魔法师的身份在王宫里生活 可没想到这里的魔法师实力很一般 原本薇亚想把蜡烛点燃 结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灯架直接掉了下来 还好提南下眼疾手快 她没有用勇畅就把灯架定住 因此收获一名小迷妹 眼看有人在比武提南下心血来潮 也想练下剑术 毕竟不会近战的法师不是好法师 可她一上来就对上最强的将军 而且还占据了上风 这位剑西魔法师有点东西 在场的人对她刮目相看 之前还以为殿下带回来的是花瓶 看来提纳莎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和大家相处是不行了 这样一旁的侍女 对提纳莎的身份表示了怀疑 本以为王子带回来的是个空花瓶 今天一看不仅剑术厉害 还是个双修魔法师 侍从们也都传言 提纳莎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苍苑魔女 所以才会这么强大 而接下来发生的是 大家对魔女的态度也改观了 从利托拉口中得知 有人想解除魔兽的封印 于是提纳莎准备亲自去解决 但那个地方是由男主管辖的 她有义务去解决这个隐患 所以她非要去不可 然而听到这个地点 连一旁的侍从都感到恐惧 毕竟那个地方魔力阴沉 别说是人类无法靠近 就是一般的魔法师都不敢贸然前往 男主也拒绝提纳莎一个人前往 于是以契约者的身份要求必须跟随 不到一小时 王子就将王都最强的一支武力队聚集 并下达所有人都必须听令于提纳莎 很快他们就通过传送阵来到了魔法湖 即便有防护罩的保护 大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好说话 然而走到半路时 提纳莎就发现有人在暗中观察 便让她现身 瞬间男主以及护卫队 纷纷进入了作战准备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眼前的少女 竟是传说中的苍越魔女提纳莎 也没想到搞事情的 会是当年战役中幸存的那个小孩 当今邻国最强的魔法师 面对老头的无知挑衅 提纳莎则杀法果断 甚至不是提纳莎的对手 老头不敢久留 但卑鄙的他在临走前送出界面里 虽然这种程度的魔法 对男主够不成伤害 但其他人就惨了 只见无数只魔法剑从天而降 侍卫们纷纷中招 王子为了救人净徒手去挡魔法剑 好在提纳莎之前 给男主设下了保护魔法 一般的外部物理和魔法类攻击 都会被无效化 这才让刚刚的男主躲过一劫 眼见对方已经逃跑 护卫队又已经伤亡惨重 提纳莎施展出比旁边魔法师更强大的治愈魔法 伤口也迅速愈合 提纳莎表示对方已经发现了他们 现在肯定在加急解除封印 说着便飞升打算独自去迎战 男主却在此时拉住了提纳莎 他并不想提纳莎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单则受伤 提纳莎也被男主的顽固所感化 于是再次对他承诺 保证自己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 男主这才松开握着他的手 提纳莎也没想到都到这结果眼了 男主还想着与自己结婚的事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得知魔兽的是被提纳莎发现 老头吩咐手下加快解除最后的封印 然而仪式进行到一半时 提纳莎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其中 还没等老头反应过来他就扔手分离 不到两秒半的时间 很快地上就布满了术士的尸首 仅剩下的一个也被魔女的强大吓傻了眼 只是提纳莎并不急于解决他 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 因为提纳莎也要解开封印 毕竟不放出来又怎么将魔兽斩杀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解除封印 那我就替你们解除 原来提纳莎想在这里直接干掉魔兽 免得以后他们卷土重来 随着提纳莎的魔语迎送 冰封的魔兽也睁开了血红双眼 在解开的瞬间 整个洞穴开始坍塌 飘在空中的提纳莎也让龙去附近待命 以免影响自己的发挥 紧接着一头狼形白色魔兽出场 疯狂地嘶吼叫嚣 提纳莎却嘲笑他 这七十年里睡得还香吗 但不得不说这只魔兽实力很强 提纳下的魔法攻击对他造不成伤害 不过最强魔女可不是白叫的 因为白狼有极强大的魔法抗击 需要连续发出更强攻击才能打穿 因此提纳莎进入强速攻势 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 不停地在魔兽身上留下隐藏魔术 打算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同时引爆身体各处 让魔兽瞬间承受到千吨伤害值 只是魔兽的再生速度同样变态 原本还腐烂的伤口迅速恢复如初 提纳莎只好拿出绝招 先用束缚魔法神链将其锁住 再利用这段时间凝聚魔力 随着烟尘散去 眼前的魔兽虽已变体鳞伤 但他的恢复力却惊人的迅速 不过提纳莎已经在他的身体上 标记好了七重束缚的印记 伴随着咒语涌唱完毕的瞬间 魔兽被锁链紧紧束缚动弹不得 然而就在提纳莎准备给他致命一击之击 殊不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魔兽竟然凭借着惊人的力量挣脱了锁链 可没曾想提纳莎竟然身受重伤 他立即喊魔法师来治疗 一段时间过后 当得知提纳下的伤口竟然能够自行痊愈时 男主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再也安安不住内心的担忧 急忙前往探望他 结果打开门的那一刻有些尴尬 男主这个反应速度很优秀 因为内脏受损比较严重 所以提纳莎就加快了身体的成长来修复内脏 现在已经没事了 就是流血过多有点缺血 男主好奇他的外貌能否变回去 遗憾的是变不回来了 毕竟他的外表不变 只是因为停止了成长而已 得知提纳莎已经消灭了魔兽 男主非常感激他 多亏了他才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只是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造成魔法狐一变的真正危害者并不是老头 他的背后一直有两个强大的魔法师操控 而他们的真正目的便是模拟提纳莎